欢迎收看2月2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联县府今天举行2月份的升旗典礼 由花联县长徐真卫亲自主持 并表扬县府2月份的业务达人以及圆梦团队 感谢县府同仁携手努力成就永续友善的移居花联 现在徐真卫首先向大家拜个早年 达到永续友善移居的花联县 现在徐真卫叙述县府各取出的业务推展 所有时政目标皆还还相扣 让乡亲得到应有的服务 生活更加的便利 因此每个业所表扬的业务达人以及圆梦团队 都是成就花联最重要的存在 感谢县府同仁的辛劳 因为大家花联更加美好 真的是再过几天就过年了 但是有序的城市 友善的城市 安居乐业的城市 是我们在所有的施政政策里面 是环环相扣 友善的城市 如何让我们的家人 在这块土地上 能够得到应有的资讯 应有的服务 能够生活更便利 更符合他的需求 我想无论是卫生局 无论是警察局 无论是各个单位 这就是我们经营 营造一个友善城市 电影当中 现在许正会亲自表达两位 业务达人以及四个圆梦团队 两位分别为地震出王国粮 管理现有耕地 办理全县清查工作的计划 清查有无占用 以及违规的使用情况 并且促进鲜置土地的活化 加强现有耕地利用以及管理 且使用管理资料与土地登记及实际状况一致 行政局研考处黄雷雷 依据上级的需求 即使确实联系有关单位提供资料 并且在期限之内完成汇报 记得Join华社会导 hemmel 李收尺 看